海星高中附设一文原重视教学的品质 口碑极佳 年年是招生爆满 而今年受到了中华邮政公司的委托 协助办理 吉安人理邮局职场 互助教保服务中心 一招生就名额爆满 校长陈海鹏 除了感谢家长们的支持和肯定 更期许老师们要重视 每一个孩子的照顾以及教育工作 海星高中设有幼儿保育学程 也附设幼儿园 一项重视教学品质 口碑极佳 年年招生爆满 今年受中华邮政的委托 协助办理吉安人理邮局职场互助教保服务中心 用最专业优质的教学能量 协助工部门完成员工托育政策 修会现在目前连人理职场互助教保中心 总共有三个园所 一个是海星幼儿园在校区里面 另外一个是吴苏乐幼儿园在国富十九街 另外一个是在人理 三个学校都得到家长非常多的肯定 我们那个幼儿园设立在人理邮局的后面 后方 所以是一个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礼堂 那然后高度非常高 是一个非常适合孩子学习的地方 所以邮局也费了非常多的心力去整修 重新整修成幼儿园的环境 那我们也提供我们的软体 然后我们的师资大家一起配合 让社区的这个幼儿可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 宽敞明亮的原所环境 老师都是幼保教育学成毕业 也是海星中学的优秀校友 采取的教学模式 更兼顾着幼儿的全能发展 我们当时设立的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说在海星本身也有设立 幼保学成的学生 那也希望他们在毕业之后 有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 那这边现在目前所聘任的老师 基本上全部都是海星毕业的校友 而且是他们都是大学毕业之后 愿意回来花莲去做一个教学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提供 提供我们现有的海星的一个 优势的一个教学模式外 那我们今年也把这一所 又中心融入 融入那个蒙特索里教学法 然后也希望说 因为海星两所学校都是走主题教学 那我们是希望主题跟蒙事结合 做一个更优质的一个教学模式 海星中学校长程海鹏表示 小史化越来越严重 教育品质就更重要 而幼儿教育是一切教育起点 海星中学会维持 传统优质幼儿教育 与时俱进 提供更好的师资设备 教学和教育环境 教育会既然相报道